非旦击中眼前的白色大楼 其中一栋瞬间倒塌 现场浓烟狂窜 遭击中坍塌的区域 直接被掏空成了一个大洞 这里是俄罗斯边境城市别尔哥罗德 当地时间12号 乌克兰发动空袭 造成当地这栋公寓大楼倒塌 搜救人员赶到现场救治伤患 不过搜救工作才开始不久 大楼再次坍塌 现场所有人把腿狂奔 根据美联社报道 造成8人不幸死亡 多达20人受伤 但搜救还在进行中 死伤人数不排除会秩序攀升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加入老汤瓦雷记 我是老汤 恰索夫亚尔争夺战不断加温 俄军集结多支部队 缤纷三路压迫乌克兰防线 俄罗斯背意上向克鲁波夫表示 恰索夫亚尔对俄乌两军来说 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不但是交通与后勤的枢纽 更被泽伦斯基形容是一座坚不可摧的精神堡垒 就在两军剑拔弩张之际 现在传出法国一支傭兵部队已经抵达当地 协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攻势 来自俄罗斯情报部门的消息则说 这支具有野战防御专长 敌情侦察和火炮操作技术的军事人员 得到法国高层的同意 必要时将与俄军交火 传闻会声会影 但是法国国防部已经公开否认 并且强调这根本是子虚乌有的假消息 不过俄罗斯外交部却说 有证据并非空穴来风 俄方更进一步提出警告 如果法国总统马克宏执意派兵支援乌克兰 不但法军会被俄罗斯作战单位 视为是合法的打击目标 成为直接的受害者 还会为战事带来更多不确定的变数 导致战场情况更加复杂 毕竟这些军事人员都是法国公民 并不是乌克兰人 马克宏究竟有没有派兵前往乌克兰 似乎变成各说各话的罗生门 而且乌克兰军方最关注的焦点 还是在顿巴斯地区的战情变化 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副局长 斯基比茨基指出 目前恰索夫亚尔的情势很紧张 俄军部署了超过两万重兵 很有可能在近期展开攻势 乌克兰巡警也公布空拍画面 批评俄军使用焦土战术 无论是公寓或平房都难逃一劫 军民区在俄军密集的空袭下 不是被大火烧成一片焦黑 就是变成断圆残壁 诺大的恰索夫亚尔几乎成为一座死城 一位不愿撤离的民众 只能趁着战火停歇的片刻 来到室外透透气 根据乌克兰情报显示 俄军至少有五支攻击恰索夫亚尔的主力部队 包括正面平推的98空降师 攻占伯达尼弗卡之后向卡利尼娜推进了两栋栋魔物旅 在98师的左翼则有前瓦格纳佣兵组成的定期突击旅 配合15栋魔物师 11禁卫空突旅 一面巩固巴巴山阵地 一面沿着河谷及森林地带 试图由南往北突破的三个作战单位 根据俄罗斯军事部落客透露 俄军采取火力交错的方式 由战机搭载滑翔炸弹或急速炸弹大规模轰炸 恰索夫亚尔城内的军事及行政中心 再以重型流炮打击围区周边的阵地及防御攻势 压制乌克兰企图展开反击的所有可能 为地面部队创造顺利推荐的机会 从前线部队持续改善战术位置的状况来看 符合与其效果 俄罗斯学者继军事观察家格拉兹诺夫也强调 解放恰索夫亚尔的军事意义就是把乌军赶出顿巴斯的重要指标 从地图上来看 恰索夫亚尔是迟达康斯坦丁诺夫卡的通道 一旦俄军打通了这条交通线路 后续的战术选择就更加多元 选择一 俄军可以从康斯坦丁诺夫卡北上 直接瞄准双子城 克拉玛托尔斯克和斯拉夫杨斯克 选择二 往西南方向进攻红军村 扩大西侧战局 到时候协同在奥切列纪念的友军互为彼此的侧翼 对红军村形成标准的前行公式 选择三 俄军还可以往东南方向推进 扫荡吉尔·瑞斯克和纽约的乌军 西方专家表示 三种选择都有各自的优缺点 如果俄军选择第三条路线的话 那么乌军就要特别注意 因为俄军已经把守备部队都围在口袋里 这种战术需要部队长 及早制定出应变和转进方式 毕竟他们面对的是好几支作战经验丰富的部队 虽然当地仍有坚固的防御攻势 但是在俄罗斯空天军密集使用 滑翔炸弹和极速炸弹的轰炸下 再坚固的防线都有可能被俄军撕开一个突破口 万一防线守不住了 乌军必须精准执行事前制定的撤离计划 在保存最大有声战力的前提下 尽快脱离战线 不要再跟俄军死缠硬扛 以免遭到重创 虽然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一直认为 恰索夫亚尔因为防御攻势相对严密 短期内失守的几率并不高 可是已经掌握战场优势的俄军 正在以自己习惯的节奏 向下一个战斗目标推进 就连乌军高层也很担心 继续这样下去 温水煮青蛙的效应会蔓延到其他战线 而且普京又因为法国暗中派兵前往乌克兰 以及英美不断发出挑衅言论下令包括驻扎在乌克兰附近的部队 举行战术核武演习 就连莫斯科的盟友白俄罗斯也一并响应突击检查飞弹部队的待命状况 让欧洲各国不禁跟着紧张起来 为了加速空军战机的太旧唤新 克罗埃西亚向法国购买12架飙风战机的第一批 降落在萨格勒布基地 作为取代米格21战机的现代化改造 克罗埃西亚总统米兰诺维奇表示 这批战机的到来不但有助于提升自身的防卫能力 也扩大了与北约及欧洲盟邦的整合力量 尤其面临俄乌战争带来的不确定性 克罗埃西亚必须也有必要巩固空中力量 来应对当前局势的变化 英国的俄罗斯问题专家莫克里斯就说 北约和俄罗斯的军事拉锯 已经在普清下令举行战术和演习的台面下展开角力 这也代表原本俄罗斯和北约在军事力量上的微妙平衡 存在擦枪走火 甚至是一触即发的高风险状态 虽然迄今为止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 普清会对北约采取军事行动 但是莫斯科方面对西方的介入 就快要失去耐心了 尤其德国正式履行在立陶宛常驻作战部队之后 先前的专家组成员和原先部署在立陶宛的德军 和立陶宛部队举行一项小规模演习 来迎接德国总理肖兹和立陶宛总统塞纳达清零现场 这也是德国自二战之后第一次在海外常驻部队 肖兹和塞纳达抵达基地之后 便在指挥官的带领下来到野战指挥中心 听取演习计划 并且检阅了两国部队在联合防御作战的演练 在装甲车的火力掩护下 两军地面部队向预定阵地推进 立陶宛无人机单位则是抛飞阿拉丁无人机 为友军提供空中侦察和搜索 以确认敌军的行动态势 肖子表示 尽管德国和立陶宛签署的这项常驻部队协议 引起某些国家的关切甚至是不满 不过德国却严肃看待这个承诺 也显示德国坚定支持波罗的海国家的立场 而且这支约有4800名官兵及文职人员的常备旅 预计将在2027年做好战斗准备 成为立陶宛不会受到邻近国家威胁的重要保障 德国国防部长则称 这项历史性的协议就如同冷战时期 盟军在西德驻军以保卫西欧 不会遭受俄罗斯袭击 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然而莫斯科则认为 这就是北约东扩的最好证明 对了再为大家插播一项最新消息 根据俄国电报社群的说法 俄军已经正式展开哈尔科夫战役 可以确定的是 俄军占领了沃尔昌斯科的战略高地加气线 目前沃尔昌斯科的战情迅速升高 至于俄军的空中力量和远程武器 正在大规模轰炸哈尔科夫全境 来自俄罗斯内部的消息透露 这波攻势是普京在红场阅兵演讲结束后 就命令部队展开战斗 并且任命北部军区总司令拉宾 担任哈尔科夫战役的指挥官 尽管乌克兰也证实了这项消息 但是强调俄军的攻势都被防守部队推了回去 乌军将会全力防守哈尔科夫 好了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